大家好,我是心心 要讲中国的大学 香港或者海外的朋友 可能只会想到清华 北戴或者复旦交通 这些名字 但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 是一间作风非常低调 有人会说是神秘 海外有得很少人认识的中国大学 这间大学 在内地的大学排名 大约是二十多名左右 在几个不同的世界大学排名 就徘徊在三百至六百名之间 看起来一点都不起眼 虽然是这样 但美国的五角大楼对他非常关注 每天都想尽办法 要入侵他们学校的电脑 拿他们的研究资料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的国家发展 这间大学对于 祖国国防事业的贡献 绝对是排在中国大学的第一名 到底是哪间大学呢? 它就是西北工业大学 由于西北工业大学 是一间作风非常低调 外地传媒有极少报道的中国大学 所以我也是来到内地读书之后 才真正认识他们 由于中国十三朝首都 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工业大学 是一所以发展航空、航天、航海三个领域的人才培养 和科技研究为主要工作的中国重点大学 这里拥有大量国家顶级科研团队和高端人才 一直承担国家多个重点科研项目 中国今天在航空、航天、航海三个领域的技术 其实有很多都是来自西工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2022年9月我们中国外交部 就曾经出来强烈谴责 美国国安局对我们中国的大学进行网络攻击 盗取我们大量的研究资料和高价值数据 而当时所指的大学就是西北工业大学 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中国实施网络攻击 和数据窃密的证据链清晰、完整 涉及在美国国内对中国直接发起网络攻击的人员13名 以及为构建网络攻击环境 而与美国电信运营商签订的合同60余份 电子文件170余份 报告显示美方先后使用41种专用网络攻击武器装备 对西北工业大学发起攻击窃密行动上千次 为什么美国会不顾一切 公然动用网络攻击手段 向一间已经长期被他们制裁的大学西工大下手呢? 而不是对大家所熟悉排名也是最高的清北动手呢? 原因是西工大在中国军工的发展上面 一直都是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这方面即使是清华或者北大 都是完全比不上的 西工大创造了新中国国防历史上多个第一 当中包括全国第一架小型无人机 第一台地效飞行器 第一型50公斤级水下无人智能航行器 第一台航空机再计算机等 作为同时具有航空、航天、航海、工程教育 和科学研究的重点大学 西工大多年来为祖国的三行事业 培养出大批的军工专家和专业人才 为中国的国防事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 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航空领域方面 超过一半的重大型号总师、副总师 都是来自西工大 当中包括千二十总师杨伟 运二十总师唐长雄 植二十总师邓景辉 所以西工大也被誉为总师摇览 在航天领域方面 西工大曾参与载人航天和探阅 神舟系列太空船研制等航天项目 并且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作出贡献单位的两所高效之一 在航海领域同样有大批西工大校友 活跃在船泊工业、水中兵器行业的重要管理 和核心技术纲位上 在中国的三十五位大国工匠里面 其中有十二个人就是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人数是远远多过任何一间其他中国大学 这里所说的大国工匠 只是在某一领域作出突出和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或者工程师属于国部级人物 是国资栋梁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 多年来西工大为中国输送了超过三十三万名毕业生 而在当中就走出了六十七位共和国将军 五十一位两院院士 和六位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说到西工大的真正实力 当然远远不止我刚刚讲给你听的这些 原因是有很多西工大有份参与的国家工程 需要绝对保密 不能够照顾天下 所以外面的人是永远都不会知道的 内地网上就有一个这样的说法 西工大的真正实力 只有西工大自己 中国政府、中国军方和美国五角大楼知道 西工大的校园有两座地标性的雕塑 第一座是何俊雕塑 原来的何俊在1963年出土于陝西省 保鸡市甲村镇 他是三千年前中国西州早期一个名叫何 的西州中式贵族所用的制器 瓶内底部著有名文 扎之中国 他就是目前所知出现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何俊雕塑象征着西工大 立足于中华大地 立足于中国的意思 在何俊雕塑后方的是维国主剑雕塑 一个将头深深蹲低的人捧着一把锋利的剑 但从来都没有将自己的容貌展示世人 甚至将半个身体都埋在土里面 西工大里面有不少人 因为参与国家级保密工程 将大半身甚至一身贡献给国防事业 但在外面就从来都没有人知道 这座雕塑象征着千千万万西工大的学子 隐姓埋名 无私奉献 为国主剑的伟大形象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艺术雕塑 而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我相信无论是谁看到这座雕塑 都必然会肅然起劲 我希望大家永远都不要忘记 在上世纪 我们中国曾经因为军力衰弱 被白国联军被日本入侵掠夺和杀害 差点就要亡国 即使到了今天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仍然对我们苦视眈眈 时刻都想压制甚至是打倒我们国家 如果我们不想惨痛的历史再次重演 我们想独立自主过上好生活 那我们就必须要自强 而我们的国防力量也必须要强大 所有人都知道强国必须强军 在过去几十年的强军之路里面 国防七子就在这方面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中内地有很多评论都指出 西北工业大学就为我们 撐起中国军功的本壁江山 我今天拍这条片的目的 是希望令到更多海外的中国人和华人知道 在他们能够享受国家强大的红利的同时 其实背后是有很多人 很多无名英雄 一直默默地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 在帮帮的人海里 我是那一个 在笨笨的浪花里 我是那一朵 在这复遇着的大地里 那默默不现的就是我 在归默默那远蒸的就是我 不需要你认识我 不渴望你知道我 我把青春融进 融进出我的山河 看見到我 將看見到我 從我不會忘記 不會忘記我 剛剛大家看到的這條片 是我一年多前在網上下載下來的 我自己都經常會開出來看 用來勉勵自己 但不知道為什麼 每一次看到這條片的時候 我都同樣會很感動 有時心情低落的時候 甚至會忍不住流出眼淚 每一次當我看這段影片 聽一面首歌 祖國不會忘記的時候 我都覺得很慚愧 令我想到自己從小到大 即使到了今天 都只是拿國家給我的東西 但在同一時間 原來在西宮大那邊的同學 已經一直肩負著對國家責任和使命 為祖國作出貢獻 好了 我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條片的內容 並且可以將我的條片分享出去 令到更多中國人和華人 可以認識這一間 很值得大家致敬的西北工業大學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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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